Renos 構成發展新方向 科技娛樂上向發展 對於Renos 可能很多人的印象 都是小拉斯維加斯島城 但是和世界上很多島城一樣 怎樣帶給遊客新鮮感 就是一個經營者會接受的挑戰 為了打破傳統黑品的島城印象 可能大家不知道 原來Renos 也是很多科技公司擴張的地點 Tesla Motor Car is here now in Reno Google is here You have these huge corporations Switch So this has become one of the top cities in the USA for growth and technology And it's really Apple just announced this week of a big facility right across the street So this community is on such a rise as far as things they're going to offer 而對於Renos 傳統的賭場行業 原油的賭城都不滿足於原油的結構 2015年 Aldorado賭場所屬的公司 收購米高梅MGM公司旗下的兩間賭場 Silver Legacy和Circus Circus 經過重新設計和裝修 現在終於用全新的面貌開放 打算增加更多新鮮感吸引遊客 現在很多亞洲歌手的演唱會 都將場地定在Reno 而Aldorado公司 亞洲市場主任David Lee表示 這只是Reno用來吸引遊客活動的一部分 Reno本身暑假的時候也有很多活動 除了我們亞洲市場做的中國演唱會之外 我們從六月份開始就會有啤酒節 雞翅節 八月份會有古董車秀 九月份有摩托車秀 還有熱氣球比賽 因為經過合併 很多遊客如果在一間賭場贏了錢 積分還可以在其他賭場 甚至全美其他同公司的賭場通用 相信也會為以後去Reno提供便利 天下衛視記者呂健錦報道